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回国航班政策再迎喜讯 此次调整不仅会极大降低了回国的难度 或许更会给大家在票价上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下面咱们快来看看 关于这次民航局新政的解读与影响吧 8月7号民航局官网突然发布消息 对国际定期客运航班熔断措施进行优化调整 调整后的熔断措施为 对确诊旅客人数达到5例的航空公司单一入境航班 当确诊旅客占比达到该航班入境旅客人数40% 暂停运行一周 当确诊旅客占比达到该航班入境旅客人数80% 暂停运行两周 熔断的航班量不得调整用于其他航线 大家乍一看可能有点发懵 衡量标准突然从具体的确诊人数变为确诊旅客占比 是不是又在玩什么文字游戏 换汤不换药之类的 实际上 这个调整对于非国际航班的大飞机承载量来讲 相当于一次大放水 小编查了一下董航网友的解读 就按照最常见的国际旅程直飞机型波音777为例 疫情期间大概有300左右的上座数 确诊占比4%也就是12个人熔断一周 确诊占比8%也就是24个人熔断两周 这个触发熔断宽容度与熔断时长与先前政策相比 确实放宽了很多 要知道政策调整前不管什么机型多少旅客 一旦确诊5人以上直接熔断两周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今晚这次民航局是为大家开绿灯 但相信各路精明的航司 依旧会将这次的政策放宽最大化 那就是采用更大的机型制飞 用来增加这个占比的上限 某位知名航空博主就表示 这次的国际航班熔断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 最大变化是按照航班旅客数比例来执行 此前一直困扰航司的限制之一 就是熔断标准不分机型 换大机型熔断概率直线上升 但这次新政策的执行 反倒会促使航空公司更有意愿 派出大型客机执行国际航班 满足严重供不应求的国际航线需求 比如以南航A380共500人上座计算 同一航班阳性达20人时采取熔断 这比上文提到的波音777 还要多出八个确诊领额 可谓是相当宽松了 除了触发熔断的条件放宽之外 还有就是缩短的熔断周期 当确诊人数在5人以上 且达到航班旅客总数40%熔断一周 比原来只要达到5人就熔断两周 要放宽不少 生活在北美想要回国的朋友们 想必都知道 南航洛杉矶航线经历了一次长达 一个多月的超级大熔断 这让本就回国需求量旺盛的 美西旅客非常之被动 而这次新政开始执行后 这种级别的熔断恐怕也就会成为历史了 早在5月23号 国务院联方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副司长孔凡伟介绍 民航局严格执行熔断措施 2022年以来 共实施熔断312次 减少入境客运航班768班 经统计自2020年6月熔断政策实施以来 以累计执行熔断727次 减少入境客运航班1679班 有效降低了境外病例输入的风景 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熔断政策的执行 打断了多少人的回家路 不过 好在这样的日子恐怕要告一段落 限制航班数量的 除了熔断政策之外 还有臭名招入的五个一政策 所谓五个一政策即为降低疫情输入性风险 2020年3月 民航局要求中外航空公司 国际客运航班 按照一家航空公司 一个国家 一条航线 一周一班的方式运行 同前6月 民航局关于调整 国际客运航班的通知强调 国内每家航空公司 经营至任意国家的航线 只能保留一条 每条航线 每周运营班次 不得超过一班 外国每家航空公司 经营至中国的航线 只能保留一条 每周运营班次 不得超过一班 关于此项政策 已经有相关专家明确表示 还有待调整 时间 明星同志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票价 说起这次政策的调整 预计将会直接影响到 未来回国机票价格的回路 原因很好理解 首先随着熔断机制的放宽 以及熔断时间的减少 回国的机票将会变得更加充裕 其次上文我们也提到 很多航司为了利益最大化 相信都会选择更大的飞机来直飞 这样也会直接增加 回国机票的仓位数 那随着这一供需关系的改变 现如今少则五万 多则七万的回国单程票 一定会大幅度回落到 大家能够接受的水平 不过当回国成本变低 是否会导致更多的回国需求 从而再次造成票位的紧张 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不利因素 但是总体而言 中国民航局新政实施后 一定会在第一时间 拉低现如今的票价水平 从先前的隔离时间减少 到现如今熔断政策的放宽 这些二连三的利好消息 都在预示着 大家能够自由回国的脚步 越来越近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